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在6月2号举办112年的水利节庆祝大会 除了感谢水利小组长们的辛劳和努力 也颁奖表扬了农田水利事业继优人员 花莲管理处处长张祈为表示 极端气候及天然灾害影响之下 农田水利业务是更加艰难 未来会致力做好农田水利维护工作 来确保农民用水顺利和平安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6月2号举办112年水利节庆祝大会 并周开水利小组长联席会议 讨论年度任务 也感谢小组长们一整年来的辛劳 我们水利节每年都会在6月份举办 那主要是为了彰显我们大雨的治水精神 以及我们农田水利的小组长 还有我们管理处还有资议委员 彼此之间合作 共同为农田水利事业的努力的成果 那也在今天这个大会上表扬 年度里面基优的单位以及个人 包含工作站小组长 立下一个典范来让所有的 我们花莲县的水利的同仁 继续能够为我们的农民提供更优质的灌溉服务 面对极端气候异常还有天然灾害频传 农田水利任务也显得更加艰巨 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 那以往我们花东地区都是台风的主要的侵袭的地区 这近几年已经三四年没有台风登陆 那台风没有登陆也造成我们这个隐忧 就是说我们的灌溉水源会不足 极端气候的影响 让我们农田水利的事业面临了更多挑战 也让我们思考未来的一个改变应变的一个方向 那再加上去年的0918的地震 也造成我们整个进入的 花莲南区进入的一个损毁等等的一个挑战 那都是有待于我们去解决跟克服 一年一度的水利节庆祝大会 包括了中央和地方都有代表出席祝贺 也感谢农田水利一线工作人员辛劳 会中还逐一颁奖表扬协助水利事业有工人员 水利业务评鉴基优小组长 基优工作站 工程监工基优人员等 场面相当热闹 借吕会欢迎视报导